孝泉城皇后牛谷陆氏,是道光帝的第三任皇后,也是咸丰帝的生母。 牛谷陆氏比道光帝小二十六岁,据史料记载,初入宫时被封为权贫,不到三年,就以为进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权贵妃,此时她才十八岁。 晋升速度之快,在整个清朝也是比较少见的,她所拥有的资本,除了出身家世较好爱,便只有皇帝的宠爱了。 道光十三年,1833年,道光帝的第二任皇后童家世病逝,此时的权贵妃儿女双全,宠欲泼龙,很快,权贵妃便被晋升为皇贵妃,设六宫室。 道光十四年,1834年,二十六岁的牛谷陆氏,正是被册封为皇后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宫之主。 这位颇受皇帝宠爱,样貌性行又较为独特的皇后,在道光十九年,1839年,六月十七日,不知因何事不打宫女,并将被责打宫女遣退出宫。 原本妃嫡则罚犯错宫女,本也不是什么大事,更何况是尊贵,又得宠了皇后。 清朝的宫女都是八旗中的女子,大多家定不错,也有父兄在朝中为官,特别是那些被分配到高位嫔妃身边的宫女,清廷对于她们还是比较优待的。 因此,当道光帝得知皇后责打,处罚宫女后,异常地恼火,六月二十三日,就颁下御址,天无二日,土无二亡,家无二主,尊无二少。 以后无论大小事物,有需要向皇后禀报的,除了皇后本人,及她所亲生的四二哥,后来的咸丰帝,和四公主事物外,其他的全部要先奏报给皇上之道。 皇后如有交害差事,也要具体奏报,需要请旨才可以施行。 如果有不遵守的人,已经发现,从众至罪,绝不轻饶。 这道措辞严厉的玉之礼,虽没有点明皇后到底犯了什么错,但可以看出,道光帝已经很不高兴了。 也就是说,在皇后拂打宫女六日后,道光帝剥夺了皇后的后宫大权。 后宫所有事物,均由道光帝亲自处理。 御址颁布之后,道光帝还没有消息,随即派人去受责宫女家里,仔细调查她被打的情况, 并于七月初四日,在收到大臣的奏报后,道光帝更改了宫规, 来针对后妃虐待宫女的现象。 宫规明确规定,以后未满年线,而被遣退出宫的宫女, 必须由宗管内务所大臣,派人详细调查,逐时上奏。 道光帝针对后宫接连搬下御址,对一直备受宠爱, 涉溜宫室的皇后,无疑是沉重的打击,多愁善感的皇后, 自知圣宠已不如从前,原本就孱弱的身体,加上抑郁寡欢心绪, 不久,就重病不起了。 一个月后,道光帝陪同皇太后探视病重的皇后, 皇太后是皇后及这种行为,一般都发生在皇后临终前, 可见皇后病得很严重。 四个多月后,即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, 皇后纽户陆氏兰氏,年仅33岁。